因巴黎市长安妮·伊达尔哥的要求 埃弗尔铁塔在周五点亮了乌克兰国家国旗的颜色 伊达尔哥表示 这是为了对遭受俄罗斯袭击后的乌克兰表达人民的声援 俄罗斯导弹袭击了基辅 众多乌克兰家庭蜷缩在平弹所里 当局告诉人们准备汽油弹药保卫首都 一次同时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 督促乌克兰军方夺取政权实现和平 法国总统马克龙与美国总统拜登和普京进行了交谈 试图缓和乌克兰危机